ivだから MIK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婷婷 今天呢我會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還不錯使用的東西 就是 我有很甜的自然卷 就是內層很卷 對 那這一次我去日本 特別特別找了一個 就是要解決自然に問題的離子夾 對 然後這一次我就是買了這個 這一款 這一款離子夾 它有很溫 但是它最高的溫度是190度 所以我現在就是 開啟溫度 好 那這190度的時間 大概30秒的時間 它就可以自動加熱完成 所以目前現階段來講 它在加熱過程中 它會幫你溫度用LAK的狀態幫你鎖住 那待會呢 等溫度 已經上升完成之後 它會通知你非常方便的一款 而且這款 內層 它是蒸汽的 我個人覺得超級好用 所以這次想要來跟大家推薦 這一款是在BC Camera買的 然後我買的價格 好像是1300多 我記得好像是1300多 所以這次大家如果有去BC Camera的話 記得可以帶這一款 因為其實我對於離子夾 我真的猶豫很久 然後剛好這次要去日本 我覺得日本的電器其實真的做得蠻棒的 好 它完成囉 滴滴滴滴滴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囉 好 現在呢 我們就要開始使用離子夾來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在毛躁度上面呢 用這一款離子夾 它可以增加我頭髮的濕潤度跟水潤感 對 那因為我自己已經漂過很多次了 所以這一次呢 就不希望說買的東西還會傷髮子 雖然這種東西一定是傷髮子 但是它這個蒸汽式的 我覺得差別跟一般的離子夾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一般的離子夾你在頭髮濕潤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夾的 而且它會卡滋卡滋卡滋的聲音 但是這一款呢 我覺得我自己測試過 你頭髮可能吹乾啊 沒有很乾的夾 它也不會有那個卡滋卡滋的那種 洗好用不買可惜 好 現在呢就開始示範給大家看齁 我近一點給大家看 呃 我現在頭髮呢 是沒有很捲的狀態 但是我如果洗完頭髮 晚一點來拍給大家看 會是閃電的形狀 好 那它加熱的時間呢就是 其實它就很簡單 就是這樣順順的往下拉 頭髮其實就會有感覺到 離子夾上面的溫度 然後拉直之後 有沒有 超級直的 而且你跟旁邊看的感覺 不太一樣 好 然後現在呢 我就先夾一半給大家看 對那三層過後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成果如何 好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差異 這邊是有用離子夾的 相信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然後頭髮的光澤度也比剛剛好很多 而且它摸起來是不交結的 然後很滑順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呢這邊是還沒有燙過的 還沒有用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毛躁度跟剛剛那邊就有差 然後光澤感也沒有 對 就是毛毛的程度 跟 有用的程度 是不是差很多 那你看兩邊的蓬度 其實也是差蠻多的 就是有用離子夾的這邊 確實是水軟感極佳 然後頭髮的亮度也比較好 對 那這邊是沒有用過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自然捲是在內層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弧度 我沒有看過喔 但是就是天生的 對 所以如果這個頭髮 再短髮的話會比較嚴重一點 那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 差異性是蠻大的 那這一款的離子夾 它還可以做一個捲度 就是 其實離子夾都可以做捲度 只是我買了這一款 其實當初我以為 它要分很多層不好夾 那如果你要內彎的話呢 其實你就像我這樣的方法 它就會有點內彎的感覺 內彎 好 就是我剛剛這樣的方法 它就會呈現一點內彎的感覺 有時候我會把我的頭髮做這樣子的變化 如果我懶得開電棒的話 我就會做這件事情 對 就是你們可以這樣做 做個小示範 有沒有 它就有點內彎的感覺 其實也還不錯 對 看你想要全職還是內彎 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盒子被我丟在日本了 所以我沒帶回來 然後我就直接在日本開著用 因為BC Camera 其實它有賣很多很多的離子夾 價格也很多 所以當初我在買的時候 其實我考慮很多 所以 所以我最後挑了一個比較中間價位 大概在1000出 因為日本的電器在1000出 其實是可以買的 對 好 推薦給大家 如果想要對漂髮這一類的話題呢 有一些興趣的話 下次我會再拍一個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要幫我按訂閱 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先這樣囉 下次見 掰掰